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印体重建六福客栈传出将改建成超过20层楼大楼 朝商办饭店合一开发 拼转型早有端倪 但六福客栈在1972年开幕 可是吸引国际政商名流下榻 曾获得坎城迎战金棕旅奖 民导陈凯歌以及中国大陆女星巩俐都是座上宾 就是四五年级生的一个共同的基因 像我们的那个时候 如果说能够去六福客栈去吃个饭 或去金凤廷吃个广市的点心的话 都觉得说很有面子 不止自助餐有名金凤廷港式引查 当年打响客栈名声 员工当时穿的功服装 旗袍制服更成了展示品 六福创办人装服全家 在六福客栈破土前拍下合照 原址的日式宿舍 曾是已故将军白崇熙 和作家白欣勇父子住处 走过近半个世纪 六福客栈改建挥别旧模样 正式宣告要以全新格局和世人见面 三连新闻马甲后亚亭台北报导 三连新闻 bands 五福客栈nam